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4月13日 维斯贤硬闯珍特 周五凌晨 欧协联八强首回合开打 珍特与维斯贤将在前者主场一较高下 两队近期整体表现都不错 胜仗居多 大家都没有必胜对手的把握 此番交战 双方有望激战成和 珍特上季取得联赛第五 获得一个欧洲联赛外围赛的参赛名额 但在第四圈面对赛普路斯的奥摩尼亚 珍特竟然没有还手之力 两回合0比4被淘汰出局 他们只能降格参加欧协联 来到欧协联 珍特的表现也畏惧说服力 小组赛胜和副格二场 继八分排在小组第二参加富加赛 富加赛面对伊斯坦堡 珍特终于有好表现 凭借助伊曼纽尔奥尔班的强势发挥 珍特轻取对手晋级八强 他们肯定想更进一步 近况方面 珍特整体表现不俗 包括两场欧协联在内 球队已经连续七场比赛保持不败 期间赢下五场之多 而且进攻火力全开 单场入球 在三球或以上的比赛就有四场 即使面对金界欧协联保持全胜的维斯贤 珍特亦不会保守 虽然维斯贤经济联赛表现不佳 目前只击三十分 户籍前景并不明朗 主帅摩耶斯的压力相当大 但在欧协联的赛场上 铁堆帮的表现堪称完美 维斯贤是从外围赛开始踢起的 到十六强 一共踢了十场欧协联 他们全部获胜之余 攻防两端演出都很好 特别是进攻方面 军场接近 攻入三球 基安路卡施卡迈卡 扎洛宝云和米查尔安东尼奥 是表现最好的球员 三人合共 攻入十四球 他们精湛是对手重点看防对象 另外 上轮联赛面对经济表现不俗的傅贤 维斯贤一球小胜对手 取得保祖路上关键的三分 也让他们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球队有更多精力 去备战欧协联的比赛 此番走访真特 维斯贤表现值得期待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